下午好呀 花花妹妹 下午好 萌营哥哥 最近天气好热 真烦熊 糟了 是飞云姨姨 萌营哥哥 这是哪个熊熊啊 这个熊熊好门啊 别被她的外表欺骗了 妹妹这是飞云姨 外号萌妹 实际我金虎舅舅早跟我说过她的真面目 是个金刚芭比 真的吗 我看她笑得好开心哟 我也觉得她像芭比娃娃一样可爱 不要被她的外表欺骗了妹妹 她是回眸一笑百媚生 一拳打死鲁智深 每次金虎舅舅看到她都要赶紧跑的 除了远在俄罗斯的如意 基本没熊熊是她的对手 哇 这么厉害吗 你要不信 等一下你可以亲自问一下 但是不要说是我给你说的 你那么可爱 飞云姨不会做你的 真的吗 真的 她不忍心打你的 那好吧 你接吧 准备了准备了 下午好呀 飞云姨 下午好 你们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嗯 刚刚我们三个仔专心干饭没注意到 今天怎么打电话来呀 飞云姨 看你们每天聊得那么火热 我也来看一下 阿波波菲云姨 毅舆有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可以吗 姨姨长得很可怕吗 都给你下结巴了么 花花 没有我 我只有吃了水果比较开心 一不小心就住结巴了 你问吧什么问题 就是他们妇女什么回眸一笑打死鲁智山是真的吗 花花是回眸一笑百妹生一千打死鲁智山 他们是谁金虎和蒙兰吗 那个那个飞云姨我可没说过这话 不是蒙兰哥说的我在网上看的 我那么温柔可爱不要听信网上传言 你看我像打熊的熊吗 我也觉得姨姨看起来萌萌的不是那种熊 哈哈还是花花比较乖 谢谢姨姨夸奖 我给你们三个打电话就是 你们三个这么火 多给姨姨宣传宣传给姨姨找个男朋友 好了有空再聊 花花和叶萌兰拜拜 姨姨拜拜 妹妹从街视频你一直在吃水果 看来在成都生活的不错呀 还可以吧 哥哥到时候回老家 我和弟弟请你吃串串水果 好的妹妹先挂了 我要下班了拜拜弟弟妹妹 你也应该会照顾我